曲高贺寡 从前,楚国国都影城来了一个唱歌的人 当他开始唱夏里、巴仁这些通俗流行的曲子时 随着他一起唱的能有几千人 后来,当他唱杨阿、谢露这样比较文雅的曲子时 跟他一起唱的只有几百人 而当他唱阳春、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时 跟他一起唱的不过几个人了 孰能生巧 北宋有个射箭能手叫陈瑶兹 一天,他在家练剑 十重八九 旁观者拍手称绝 但观众中,有个老人只略微点头 不以为然 陈瑶兹很不高兴 问,你看我射得怎样?老人回答 你射得可以 但没有什么奥妙 只是手法熟练而已 陈瑶兹追问老人有啥本领 老人摆一个铜钱盖在橙油的葫芦口 取勺油倒向前眼 全勺油倒光了 未见铜钱眼外 沾有一滴油 老人对陈瑶兹说 我也没什么奥妙的地方 只不过手法熟练而已